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 拼经济 反网报 好 今节我们就讲一下 我们的总理 真是被逼乖乖就犯 究竟什么事呢 就是法国总统 就是 敦促我们 澳洲军方 就不要 撤销 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这个计划是37亿澳币 就是 空中巴士生产一种 叫泰平的 多用途直升机 现在 我们 就想提前十年是将 这些东西 即这些直升机 是不用了 是不用 就将这些直升机 是 不会给它们再服役 但是你不给它们再服役 因为 其实你说是卖了一些 叫做直升机给人 但是 各种维护 那些都是钱 那些都是 收到水的 如果你提早 将这批飞机 不要它服役 就少了一些水收 是不是 之前 原来 摩总政府 即是前总理 Scott Robinson 在 去年12月宣布 澳洲 将会 他也是为了拆美国老鞋 将会 令到47架 太平组成的 直升机队 就被美国的黑鹰直升机 取代 当然 这些直升机 即法国弄的 那些直升机的确 是有问题出过的 这个决定 现在 就交了给 国防部长 兼 副总理 马尔斯 是审核的 其实最后 应该就是 会 向澳洲撕押 应该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担心 他会 会有得罪法国 900亿澳币的柴油动力潜艇 协议 跟别人撕毁了 是我们撕毁的 那你连 37亿都不漏少少 给人呢 那整天就说 法国 对我们很恶 但是 你又很难 说法国 这样对我们不对 因为我们真是顾利亏 是吧 总部撤在陀鲁兹的空中巴士公司 为什么 马克龙自己也要出口呢 因为空中巴士有11%的股份 是法国政府有份 是法国政府的股份 当然 这些 法国生产的直升机 的问题 其实在 早期采购的时候 都已经看到了 但是 有问题 不过 这些问题基本上也解决了 所以他也是 有理由说 以前的问题 搞到你容易出事 但是我们已经解决了 维护过程也做得好 那你多用10年行不行 用多10年 这样 真的要想一想 Avenancy政府其实就担心 我们总理就担心 如果继续执行 将会被废弃直升机的 这些如果 继续要他服役 其实 都要多花几十亿澳币 如果 你将这些直升机 全部退役 那就可能 令到 刚刚 澳洲和法国之间 修复了少少的关系 有倒退之前 其实马克龙已经开口了 就是想着今年11月 进行访问的时候 当然 应合约 应该是跟他说 不要废弃 继续用 当时 其实我们知道 两国的领导人 在7月份的时候 其实 都见过在前面 当时两个国家领导人 就是为了 讲讲将来两个国家的关系 因为当时摩总 搞得两个国家的关系很僵 摩总是取消了法国 设计的这个柴油动力 潜艇的合同 所以 就令到法国很生气 Albernancy7月份去的时候 就承诺了一件事 就是两个国家之间 要塑造一种新的国防关系 那就对了 你先不要撤销我的飞机 不要要他退役 另外法国的国防部长 在我们 国防部长最近访问法国期间 亦都说到 喂 阿哥 我们那些 直升机怎样 当然 他肯定说回来再想 我们国防部长 更加访问了 布列塔尼的 法国海军基地 在那里乘错了 一种 直升飞机 就是这种直升飞机的法国版本 不过是法国海军版本 他也说很好 感觉良好 我说对了 你一说感觉良好 你就不要撤销了 继续用 继续用 不过 可能两边都要付钱 因为美国政府 8月份的时候批准 用28亿澳币 的价格 将40架黑鹰直升机卖给澳洲 但是目前 这个采购 是割置了 会不会是这样 在Albin的时候叫 拜登可不可以 不买 我们继续用法国路 可以吗 可以这样 其实 我们国防部长也告诉澳洲人报 前任国防部长达顿 他宣布 将法国 产的直升机 替换的方案是一个相当 模糊的方案 所以要重新审查 他说重新审查 暂时 不敢 将这些法国的直升机 退役 因为担心 激怒麦克隆 再次激怒 可能 你没有了37亿澳币的这个损失 不如 得罪麦克隆多一次 这个损失大 因为始终法国也是个军事 和科技强国 亦都是欧洲的大国 国防部长亦都说 2020年 当时就决定 法国的直升机 当时也是非常先进的 亦都可以说 地球上 没有其他直升机 好像他这么好的 不过后来 因为 这个 摩总要拆美国鞋 买黑鹰直升机 其实 现在发现这种 Typer直升机 航程几乎是黑鹰直升机的两倍 可以攜带 几乎两倍的全副武装的士兵 而且直到 2037年 其实 军事专家亦都说 没必要去换 有些东西修修修修修就可以了 但是 它的可用性有时也很不争气 有几次突然停了 飞不到 而且 是没办法安装 用在 掩护士兵的 一个 滑降 窗门泡 当然 空中巴士他也承认了 这个设计 是有 些少缺陷的 但是 亦都说 我们的审计报告表明了 最初时候 已经知道 这些直升机有缺陷的 你当时又买 而且 当时 在这份报告当中 有些误解 这个直升机被停飞是由于无法维护 亦有人说 它其实 是适用于全球所有这款直升机的 用户的 一个 预防措施 所以搞成这样 这个预防措施其实 究竟是否必要呢 因为说就说它有些东西是不好 但是 是预防性 暂时是没有 确实证据证明它不好 所以发觉它有 理直气壮 就说 怕什么 我们这款直升机一直为法国的特种兵 做出很多贡献 我们 是可以改装一些东西 之后 就可以 容纳到这个机枪 以及 安装在 直升机 后面的这个 波道 亦都有额外的 成功点 所以让我们搞一搞 一定可以 另外 看看其他国家怎样说 说一下 兄弟国家新西兰 就认为这款直升机 不错 他觉得很 成功地在新西兰使用 他们亦都赚这种直升机的动力和多功能性 不过达顿 他就很坚持 因为他要擦美国鞋 当时他宣布是抛弃法国这款直升机 那时 他就说性能一直都是 跟当时 抛弃法国 柴油动力潜体一样 都说性能一直都是一些问题 几乎说同一句话 他没有达到合同的规定可用性 和用户的成本要求 跟当时 撕毁 和法国的 柴油动力潜艇那时候说的一样 其实 当然都是为了拆鞋 我觉得就是 达顿亦都说 前国防部长 政府已经要求美国政府 提供关于购买客英直升机的一些 报告 现在我们 就看将来怎样 当然现在他不是国防部长 不关他事 我就觉得 其实 现在 说回 达顿 当然不是国防部长 当时他做这个决定 有点草率 如果这么草率的情况之下 那究竟 马克龙的要求 对不对 说可以有事对的 那当然 我是这么看 因为你很辛苦才修复到 跟法国的关系 你有时候 你得罪了人 当然不是 这届工党政府得罪 但是你得罪了人 怎样都要给一点 叫做赔偿 甜头 如果不是 鬼惯你 对不对 所以就得淡少了 当然我们说回 为什么我们得罪了法国 其实就是因为 之前 柴油动力潜艇的事件 搞到法国没有了900亿澳币 老实说 我也会生气 而且 是 差不多最后才通知法国的 就不够尊重 而且呢 马克龙的原话就说 魔总是说大话的 的确是说大话 他就不承认结果 拜登就将了他的军 好笑 拜登说不是啊 我们说了 不是啊 澳洲知道的 不是不知道的 澳洲已经成功了 又被大佬滑了 过了洞 其实 7月份的时候 我们总理Albinis 就在巴黎见了马克龙 这个也都被称为是 法澳 两国关系的收复之旅 当时Albinis也 说过 我们 帮你买些 怎么也帮你买些 军事用品 军备 现在他不叫你买了 叫你不要那么早 将他的直升机退役 当然 没有那么早退役 维修费各样东西 都是要继续付的 所以7月份的时候 其实 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相信澳洲 都不会为了这37亿 而得罪法国 其实马尔斯他说 再审查 基本上 各项媒体都觉得 就等于是贵一贵的 但是你不贵又不行 你一直跟法国关系差 对澳洲关系也不好 为什么 因为法国也有一个 Nucalidonia 我们也说过在法国 不单止法国 是全欧盟唯一在太平洋地区的熟土 你又要跟欧盟有好关系 你要马上法国 因为法国有一块熟土在我们这里 我以前有很多同学在那里 说法文的 他们 Albanese到达法国之后 当然 在这个爱尼社工 其实 你知不知道 台湾的爱尼社工叫什么 知道 有什么搞笑的反应 爱尼塞工 叫爱尼塞工 爱尼塞工 尊重 诚实很重要的成熟 就等于 变相打脸魔种 亦都说会好好处理关系 马克龙亦都是多谢 希望 新总理就代表新的关系建立 而且基于互相尊重的关系 他都承认 两个国家确实是存在着 困难时期 强调两个国家 在战略伙伴关系 和 两个国家在欧洲 共有的战争史 以前派了很多人去欧洲打 一战二战都有 以及对太平洋地区 太平洋地区 我们太平洋地区的国家 但是马克龙 亦都是有一块熟地 即是法国有一块熟地 在太平洋地区 所以就产了共同利益 两个人 就是热烈 圈 寒圈一番之后 亦都说 现在两个国家 开始慢慢转好了 去年 当然我们救总理 Scott Morrison 魔总 秘密谈判购买英美的 核动力潜艇 放弃了 和法国在2016年签署 一份 500亿 美金的一个合同 即是900亿 奥币 那 就是据有 他就说 这个是 跨时代的 那你一说跨时代 马克龙就很大火了 就是中断了法国和澳洲的外交接触 马克龙更加 在巴黎一场 晚会上就说 澳洲总理最最说谎了 实际上是 时任法国外交部长 勒德里娥 亦都说 这个人 又粗暴 半世不公 根本是无能的总理 即是 我们的 魔总 旧总理 当然 要不要赔钱 是要的 是要的 当时因为 我们本来就和法国 是签了合约 自己我们单方面撕毁了 那就要赔给法国的海军集团 大概是 10亿澳币 法国海军集团 跟刚才我们说 这个 空中巴士一样的法国海军集团 法国政府也是有份的 等于赔给法国政府 现在 真的没办法 如果你要 修补好关系 你也要跪一跪 给37亿 这个关系 当然你可以说 要拿钱来买 那是拿钱来买的 不要跟我说 你跟他说两句 搭下肩膀 说两句法文就行 我不信的 我不信的 说真的 反正 如果你觉得 说两句就可以 就得淡少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